好,各位,歡迎來香港中文大學日本文化祭 今年有一個新的節目,就是一個演講的節目 今年中文大學文化祭的主題就是妖怪 這就是本科生讀學自己想的 既然是妖怪的話,所以他們的恩戰之古 就在我們的文化廣場這個地方 就在本道鄧后巴附近的一個地方 今晚到了九點,如果你們聽完之後可以去看看 他們準備了一些攤檔,譬如有一個妖怪攤檔 其實這是一個妖怪的燈籠 這麼巧有一個人走在後面 看上去好像是一個妖怪人,其實不是的 是一個燈籠 另外看到他們本科同學預備了一些日本食品 或者是日本的一個叫做龜合道的一些表演 以往就是有這個文化廣場的活動 再加上剛才說的朗誦比賽 但是今年開始我認為不如再加多一些 所謂學術一點的元素 不只是飲飲食食玩玩就算了 所以我就建議不如做一個演講 我曾經建議某位老師去做 不過他就沒有空 結果就由自作勇者自己做這個湯 所以這次活動 由於原先的想法是學生認為要以妖怪作為主題 來做一個介紹日本文化的活動 但是我既然接受了要做一個talk來思考這個問題 我認為可以跟進一個學術角度去想 今天就是想試圖去處理這個問題 說到妖怪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經驗 或者一些體會等等 那變金譜了 我認為自己沒有 不過我記得我有一次在日本 就是晚上開車 送領朋友回家 開車回到停車場附近 那天是冬天 我是很記得 就是看到有一個穿白衣的 全身是白色的 類似浴衣那種白色衣服的人 冬天我穿了衣服很奇怪 就在那邊走 很奇怪 但是我撞上車就不能夠一邊看著他 所以一眼看到他有個白色人 我認為是看到一個怪人 但是跟所有日本朋友說 他都說我看到一個幽靈 也很害怕 因為日本的死者就會穿白色的浴衣 但是我有 所以為什麼我對這個話題這麼有興趣呢 我試過兩次 去日本的溫泉區 應該我去過四次溫泉區 我有兩次都是電視機無緣無故開了 電視機無緣無故開了 對 有一次就是晚上深夜兩三點 突然播放卡通片 是嗎? 對 之後就是一早上 無緣無故開了 又是播放新聞 所以我就想研究一下 這個可能是一個時間的 對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但是就是 我們覺得很多這些妖怪的所謂經驗 我和你現在的經驗聽起來 都有點不同 因為有些是涉及到一些類似人的物體 或者是幽靈的物體 有些是不一定涉及到一個具體的幽靈 只不過是一些現象 不過我們估計背後有一個幽靈 或者有一種妖怪在作弄你 或者在提出一些超自然現象 一些經驗令到你有一個這樣的印象 所以通常我們講妖怪 我們恩貴提同學 提出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挺有趣的 那一段片不花時間播 就說 你們是否相信這個世界有妖怪存在 我雖然如此見過這個妖怪 但我覺得始終都不太相信這些事情 但有些人認為妖怪是一些很真實的東西 因為我見過或者是我有這樣的經驗 或者是我們剛才說過超自然現象 有些人是很入迷想想這些問題 但如果關於超自然現象 那就無從入手 因為我們這不是一個超自然現象研究會 所以沒有辦法找到一些很好的 我們稱之為一些科學的根據去講這個問題 我認為可以從另一種 不一定是從科學角度去想妖怪這個現象 可以從一些我們叫做故事 日文就叫做文語 一些文學作品裡面去想這個現象 那為什麼要從這個過度入手呢? 是因為我們發現文學有時能夠呈現一種 比科學 比一些實質的研究 更加有說服力的真理 這個真理當然是更加深刻層面的真理 這些故事說了出來之後 雖然是虛構 但重點是虛構 不一定是真的 虛構到反而給我們很多反思空間 給我們很多對於事情的思考 提供一些很好的材料 所以文學可能有幾好的出發點 講妖怪 我進入演講之前 先講一個具體的例子 可以傳一本書仔看看 就是 家裡有些兒童書 其中一本 我覺得挺好的 就是關於妖怪的一個故事 就叫做妖怪故事 就叫做千克羅林 這個是故事 這個是關於什麼故事呢? 這個是 這裡講一下 一個高知縣的色華 高知縣就是位於四角 南邊的一個是縣 這個叫做色華 就是一些以往的故事 的意思 當然 時間關於我們不能夠 逐言講這個故事的內容 但是 這個故事 我認為也很能夠講到 一類型的 我想是被固定了 被固定了的 某類型的 妖怪的故事 這些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這個故事很簡單 話說 重遷重遷 話說 現在是叫做 Mugasi Banasi 第一句一定是Mugasi 重遷重遷 有一個什麼呢? 重遷重遷 就是 有一個是婆婆 有一個是公公 他們 這些很經典 其他例子 譬如是杜太郎 撿到肚子 吹蜜語 就是 看到卡古亞 有一個氣味等等 這次呢 又是很偶然地 在河裡撿到一個箱 回來的 撿到一個箱之後 帶回家 這也是很經典 經常出現的橋段 大家不要亂把東西拿回家 這次又是 拿回家 這次不是一個 一個 嬰兒 或者淘太郎 這次居然 原來是妖怪 這個 千古靈 這個妖怪 大概是一個 鬼樣的東西 我想 蒙一點 不過你看到 是一個 類似 我們覺得是 幽靈 或者鬼的東西 嚇到這個 是 家人 本來 趕到他 上去屋頂 接著 這個妖怪 很懂得命令 公公和婆婆 於是命令他們 搬下來 帶下來 爬上去 就帶下來 這些故事 再命令你 要 愛我 沒有鞋上 要給他鞋上 這樣 就給他鞋 接著命令 我要拿鎖 就是鎖地 讓鎖地 給他鎖地 最近 日本有一個新聞 就是 有一個92歲的公公 行山遇到一隻大野豬 結果 因為公公 就是 公公是拿著鎖頭 用鎖頭 擊退了一隻野豬 直接殺死了一隻野豬 大家 有這些監點用具 大家拿著行山 很安全 不過這個妖怪 給他鞋 還給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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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居然 要鞋地 快幫我鞋 結果 一鞋 發現了 一個 我叫做 小盤 很多的金幣 鞋 鞋出來了 結果 這個公公婆婆 就變成了一個有錢人家 這個故事很黎智 原先以為是一個妖怪 結果 他原來 好像很惡常 好像很 可能會傷害到這兩個人 但是 他撿回來 其實有一種類似報恩式的行為 結果是令到這兩個公公婆婆 很幸福快樂地生活 類似的故事有什麼特別 你又說 有什麼特別 我都可以 搞一個這樣的故事回來 我去行山 就撿到一個 手機 手機 有些指示 搞到我 就有一種這樣的經驗 受為不報 但重點就不是這個 是實質 這個故事 那個 是剛才我們講的科學的證據 或者究竟那個妖怪是何許人也 不是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故事裡的那種幽靈 妖怪的現象 到底他呈現出來想說什麼 意思呢 或者 這類型的妖怪 我們覺得是很typical 很典型的日本妖怪也好 但是以往的日本妖怪 可能不是這樣說 所以有一段 是關於妖怪的文化史 其實是需要整理的 如何去整理妖怪的演化呢 比如這些可能是很後期 有一種疑人效果 或者有一種道德的訊息 後期會出現 但是早期妖怪論 不是這樣說的 有沒有參考的資料呢 今年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年 因為今年其實是很巧合地 雖然是平成最後一年 但是有一個跟妖怪很有關係的活動 剛剛出現了 大家也知道 每年天王 新年都會請一班學者去做一個 叫做《講書恥之言》 《講書恥之言》 通常又叫做《語進港》 請了一些學者去進港 香港就沒有了 香港請了學者去行政英 掌管辦公室 我想不是一些 通常是一些學術活動 Anyway 這是一個學術活動 請了一些學者去講主題 以往有很多關於科學 社會學、社會學、人民科學都有 今年居然請了一個 妖怪學的權威去講 很驚人 這是《語進港》的講者 有三場的《語進港》 其中一個 這位叫做《小松和人》的專家 他是國際日本文化研究所 現在是所長 妖怪的權威 請了他去講 這個《語進港》給天王聽 平成最後一個《語進港》 不然與《語進港》有關 這個《語進港》的內容 現在在宮內聽 因為是一個公開的《語進港》 所以你可以去宮內聽的網站 找回這位叫做《小松老師》的演講 全文都可以看到 就叫做《日本妖怪文化在考》的一個talk 交代了一些 其實我是剛剛以上帶出來的一些問題 就是妖怪有什麼好說呢? 其實有很多東西是值得說的 還有妖怪有一個是演化的歷史 可以慢慢去跟進這個妖怪的問題 我們以下下來 不如簡單簡介一下 這個是《小松老師》的 講給天王聽的那個talk 不如我們還是 知白光聽一下 究竟怎麼說妖怪問題 我整理這個talk的時候 我發現他也挺有意思的 首先小松老師引用了一位很出名的物理學者 指田先生 我們也提過他 指田提及到一個概念 就是人為的災難 加強了很多自然災難的威力 人為的很多建設 加強了自然災難的威力 這些我們在其他課也會提及到這位置 指田先生 他提及到他認為的災難 他那一個是妖怪 他怎麼看妖怪呢? 他既然是一個物理學者 或者地理學者 以為他應該是很 排斥這些很不科學的妖怪 但是剛剛相反 指田其實他認為 在人類文化的進步過程中 可能這些所謂的 所謂的 他用了一個字 就叫做 就是 這個叫化出來的東西 就是一些妖怪式的東西 可能是其中一種最優秀的一種 創造的創作 所以我們應該是正視 我們為什麼 有什麼資源去創作妖怪出來 另外一位 我們稍後會開課 專門講他一位人 就是叫柳田郭南 這位叫民族學者 他也認為妖怪的研究是相當重要的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重點在於 在現代 柳田大概是一百年前 百多年前的人 他了解到現代化之後 很多的進步 很有機會摧毀了我們很多傳統的活動 或者一些儀式 或者一些文化 或者是 最簡單的例子 柳田認為 很有機會被摧毀的 就是 我們 我們窮公婆婆婆一代傳一代 傳一些口傳記憶給我們下一代 這些聊天的活動 很有機會會失傳 因為我們越來越 科技進步的時候 這些人與人的聊天 或者稱之為 我們叫爐邊聊天的活動 很快就會失傳 所以這些口傳記憶正在消失 柳田郭南 這位日本學者 主要的貢獻在於 希望我們正視這些 正在消失的口傳記憶 這些是一些很重要的 日本了解文化的很重要的記憶 他一直插入很多這些口傳記憶的時候 他發現很多是與妖怪有關的 所以他認為 民族學在某意義之下 都與妖怪是會扯上關係的 很多的記憶是與一些 是借助了妖怪幽靈等等的事 令到大家很深刻地記得一些故事 這些故事不是一些 歷史書寫出來的記載 但是一代傳一代 令到我們很有印象 他就是想找這些記憶出來 既然如此重要 但是小松老師說 反而這個妖怪學沒有什麼人說的 你會發現 其實大學講妖怪文化 可能都是被人印象 你好像不太科學 那為什麼會有一種這樣的印象 其實是與我們的哲學有些關係 因為日本很早期有一些 很早期的 十九世紀末的一些搞哲學的人 他們受到一些西方的所謂的 一些科學精神影響 就認為要撲滅這些 是如此迷信的妖怪 所以某些哲學家 是很不喜歡這些 叫做 五人的一些叫做 妖怪的東西 這些妖怪是一種迷信 是不科學的 所以要成為被撲滅的對峻 有一個經典的例子 就是叫做 井上玄妖這位 Anniel 這位是哲學家 你看到大概是和 西田幾多郎 早期少少的人 他寫了一本書 原來我挺有心的 搞了一本書 叫做妖怪的 記錄一些關於妖怪的事跡 但是他的基本出發點 就是在於我要撲滅他 所以才分析他 研究他 就不是因為要 認為妖怪是特別重要的地位 既然要撲滅的話 就開始有一班人 是嘗試分析 何謂妖怪 何謂這些 所謂這麼奇怪的 這些叫做 白旗魔的東西 這裡有一個叫做 初步的定義 我們要搞一個叫做 撲滅罪行 也要定義一下 你要撲滅什麼罪行 撲滅妖怪 你也要定義一下 你要撲滅什麼妖怪 這個定義 我認為很重要 所以這個初步 對妖怪的定義 而是在於 因為正常不會見到的東西 雖然我們發現 有些人是你可以見到的 但是正常看不到的話 怎麼定義呢 其實都相當困難 初步我們怎麼定義呢 就認為 一些超越了人的知識範圍 一些超自然的 涉及到一些神秘領域的 所謂的存在或現象 既然是一種超自然的東西 因此之外 就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一個妖怪 你拿出來做一個 是解剖的 看看妖怪是什麼構造 做不到這個東西 是一種超自然的現象 這個意義的定義 我認為也挺重要的 根據小松老師的解釋 這種超自然現象 在很多文化中 裡面是要來解釋一些 是自然現象解釋不到的事 譬如很多災難 以往沒有一種 所謂的科學知識去解釋 用自然的現象去解釋 一些是自然災難 那就要用一些超自然現象去解釋 舉個例子 就是世界各地都有 比如關於地震的 一個解釋 現在我們用自然的解釋 就是說 這個是板塊移動 就是板塊與板塊之間 累積了壓力 一次過散發壓力的時候 就出現了一個地震 這個我們用自然現象去解釋 另一個叫自然災難 但是超自然現象式的解釋 就是說 其實地底下 是有一條類似泥抽的東西 日文叫南媽子 我們就是泥抽 一些巨大的魚 你說泥抽也是自然界的 不過不是一般泥抽 是一個超巨大的泥抽 你是沒見過的 用它來解釋一些自然現象 或者是用一些妖魔 魔怪 泥抽起碼是動物的樣子 或者是魔怪 甚至是神的旨意 這班人是太惡 於是神懲罰你們 去解釋這些自然現象 另外稱之為超自然現象 去解釋自然現象 這些東西 稱之為說明裝置 這個說法我相當有趣 因為以往我強調一種叫做記憶裝置 記憶裝置就是 譬如當我們需要記錄某些過去的事情 我們造就一個紀憶碑 造就一個藝術品 這些都是一些記憶裝置 但是另一個覺得挺有趣的概念 如果叫做說明裝置 就是希望用一些 今天覺得不太多科學的東西 但是以往來說 這些是一些很重要的解釋 因為你還未有科學的時候 就需要一些說明 要解釋 妖怪是這些 改稱就叫做說明裝置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想 這個說明裝置 背後預設了一些叫做超自然的東西 去解釋自然現象 何謂超自然的東西 在日本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叫做泛靈論的想法 何謂泛靈論 根據小松老師的解釋 很簡單 就是一切的事物 背後都有一些叫做靈的東西 如果有這樣的靈的東西 這個 記住是一個超自然的解釋 不是一種靈 是一種這樣的元素的東西 這就是自然的角度解釋靈 我們要用超自然角度去解釋靈 靈就不是一些自然界有的東西 是一些背後的原理 或者是一些見不到的東西 但反而覺得它是一些 見得到的東西的背後的根據 這些叫做靈 這些靈 這些靈就會背後 有各種影響一些人的活動 還有這些靈 如果是 大樹木巨石的靈 平時不需要走近它們 就不需要感覺它的靈氣 但是後來 我們會發現有一個很有趣的做法 就是會把這些靈 是疑人化 和我們打交道 你和這個巨大的自然界靈 正常不會有什麼 但如果是一個疑人化的東西 它會好像跟你說話 它會有起路開樂 這類型的叫做 是扮靈倫式的整理的時候 這個文化的傳統 就會多一些有趣的活動出現 因為我們不只是 知道有靈那麼簡單 我們要跟它打交道 我們不對這幫靈好 我們會被它懲罰 所以有些叫做制靈 制治的工作會出現 這個靈不僅僅是一些惡靈 有時候包括死者的靈 例如三一之後 有一個叫做陸雲制 所以有這麼多死者出現 我們需要制治 這些靈我們是看不到的 但我們仍然希望和它打交道 這些制治的活動出現了 所以早期很多的妖怪 很有機會和靈的概念有關係 這是最廣義的講法 但具體地在日本文學思想的傳統裡面 最古代的一些妖怪 是出自於日本古事記 或者是日本書記裡面的一些記載 古事記這個是日本最古老的文獻 大概是公元七八世紀的文獻 當中的妖怪很明顯 會不會有一種叫做 人法或者叫做惡的一種性質 會出現了 一個很經典的例子就是 推至大蛇 其實是一個白頭龍的例子 我們發現 在古典的文學裡面 看到的一些妖怪形象 就是一些超越了人的 超級大型的東西 剛才我們看到 例如有一個白衫鬼 或者有些叫做道具鬼 道具靈 或者是大蛇 結果也是一個超級大型的巨蛇 就需要一些英雄去殺大蛇 就斬他的頭出來等等 具體的外形 我們不能夠一直交代 但是有一個圖像 你可以看到 古典文學裡面出現過一些妖怪 就是一些自然現象 起碼是大蛇 將它再巨大化 成為了一些很嚇人的妖怪 未有一種很可愛可愛的妖怪 以往古典文學的妖怪 是非常巨大的 巨大的妖怪出現的話 尤其是受到佛教影響之後 有另一類型的 就稱之為 有些叫做 惡魔的能力的妖怪 這些妖怪 就像剛才說 就造就一些 破壞 需要英雄打狗 這就是傳說神話 我們希望造成這些情節 另外會見到一些例子 就是一些傳統的 繪畫 也會見到說的妖怪 類似是惡鬼 或者一些怪物的東西 帶來疾病 帶來一些不吉不利的事情等等 這些都是早期的妖怪的特色 在佛教影響之下 這就更加清楚 佛教是退治這些妖怪的很重要的權力 經典的例子 剛才我們說過 Mononoke 大家可能現在說 不是有印象 其實你應該聽過這個詞 就是宮崎進的 這個叫做 幽靈公主的作品 他叫做Mononoke 這個是Nohime Mononoke 怎麼譯呢 你看到我們做幽靈 魔法公主也好 你覺得好像怕不到的意思 Mononoke 本來就是一種叫做 物之怪 或者物之器的意思 大概是一種 都是可以說一種死靈 或者生靈 或者妖怪 這些怪物 會帶來一些破壞 帶來一些疾病 以幽靈公主式的例子 就是 他會和他 這個呢 對抗過 你受到這個妖怪的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 令到你身體出現了一些 辨識 或者一些問題等等 那麼 幽靈公主也有一個很重要的例子 就是說 佛教呢 是會參與 想方法是退治的一個妖怪 當然 再進一步說 這個妖怪 為什麼會是妖怪呢 是和一些平地人 因為佛教主要是一種平地的內良 京都之後 出現了一種 這些主要的大都市中心的一些佛教 和國家是非常有密切關係的一個組織 他想把這些 山區的妖怪 退治 佛教正在參與這個 退治工作 當 這個呢 是宮崎盡要處理這個 作品上 尤其他想退治 強調退治 一種叫做 山神 一種 山的神靈 希望殺了他 必須要殺這個 山神 這個是動地人很害怕的東西 我們覺得這個是不能夠控制 我們希望能夠想盡方法 把這個山神殺掉 這個我們會在哲學科 很快就會說 就是鞭谷行人 就是想說 進一步說 開始是把這些妖怪 我們會涉及到一些不單止是一個大自然的靈 那麼簡單 開始是將它是妖化 將它是 惡魔法 將它和這個 是疾病 災難 是編上關係之後 我們會發現 有時候我們希望 跟它劃分界線 這些是出現了一個 人界和異界的一個區分等等 這些都是 傳統的妖怪文化 一個挺有趣的 一些整理出來的結果 但是很快 我們會知道 這類型的妖怪 是有限制的 限制在於 因為自然界見到的事物是相當有限的 有山 你已經說了山神 那就是河 我們現在講河童 這個是大石 就是大石怪 但是很極有限的 我們發現 我們的人 剛才我們說過 那個是有些很傑出的創造力的話 不單止是停留於自然界的東西 讓我們一些靈感去創造妖怪 開始我們會從一些人為的物品 裡面 將它妖怪化 就出現了一些 叫做 道具妖怪的東西出來 這些 不一定是從 宗教上 或者剛才說的 祭祀有關 一些宗教意義 或者佛教有關的 傳統裡面 做出來的妖怪 而是一些 可能是藝術家 包括這些 你也很清楚 叫做畫家 或者是 做一些 本來和宗教沒有什麼關係的 只是做公仔的一個人 不過她的發現 她的身邊 雖然不需要用宗教式的角度 想一個妖怪出來 她身邊已經有很多道具 道具已經是 給她很多創索靈感 是去做一些新的 自然間 都沒有出現的 因為是人為的道具 是一些道具式的妖怪出現 所以 開始有多了很多妖怪的種類出來 這個日本妖怪的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 它不僅限於一個自然的部分 多了很多人為的創作 人為的道具都可以成為妖怪 這些例子 並且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發展 就是 如果有這些人為式的道具妖怪的話 有時候不一定是很大的 很小的 剛才我們所說的 一筆都可以是妖怪 這個妖怪並且是什麼特點呢 異人化之後 有時候不一定是很兇 有時候可以是很可愛的 可以是一種 甚至是滑溪的形象 開始出現了一種叫做娛樂的側面 我們估計我們的文化制 我們本科同學 我們覺得妖怪可以是一種 很有趣的一種娛樂 當然 動漫很多都跟妖怪有關係的話 這裡 發現在日本的所謂叫做 中世開始有這種傳統 舉例子就是 這個叫做 Tukumorgan 這個叫做 Tumson 這個大概都是一些 就是把妖怪 你發現不是一個宗教角度 想想一個大邪惡的東西 我要推置 就是 平時一個是 畫家 一個是 創作家 想想想妖怪沒有靈感的時候 當然想想身邊有什麼可以用來畫 身邊的東西都可以將它妖怪化 就是這類型的例子 越來越小越來Kawaii 可以有一些叫做娛樂的 所謂是 就是 效果 絕對一個是 那就累積了 就累積了 足夠的一些 所謂叫做妖怪的 數目之後 開始有人想要集大成 去到這個叫做近世 尤其是江戶時代 開始有一個特點 就是 這些娛樂 這些妖怪的 就是 種類 這些 整理 開始我們會將它 它在進一步 是 系統化 多了一些 關於妖怪的 小說 一些繪本,一些妖怪陶鑑 開始將妖怪整理,將很多人作為一種娛樂小憲 並且有一個更良好的版話印刷方法 成為一種流行的文化 這種妖怪,根據小松老師認為的影響很明顯 因為我們今天覺得這麼多不同妖怪 正正是來自近世江戶時代的一群人 居然可以將妖怪累積,將它集大成 有一個當今的人物是做這件事 其實已經寫了 這個是鬼太郎,漫畫家 這個是水木,這個是Sigeru 這個大家都聽過 這個叫做鬼太郎 這個是作品 應該是幾年前,曾經有一個日劇說 這個是水木先生的一個人生 也叫做鬼太郎 漫畫家 但是他嘗試將這些妖怪 已經有一定的資料給他集大成 並且用一個更加賤金的方法再演繹出來 以前的關係不一定提到小松先生的討論 但是他的結論也挺有趣,他提及三點 妖怪研究 相關之故 看完剛才那個妖怪的簡史之後 你大概可以了解到妖怪其實都相當有學問的 需要了解的就是 可能一般只是講日本文化的時候 不知道各種原因 忽略了這個這麼重要的妖怪的部門 進一步思考的話 妖怪不單止停留在宗教層面 可能包括美術 包括地上生活的遊戲、娛樂層面 所以這一部分的研究是相當重要的 另外,第二個他的想法就是 妖怪研究有意義 因為他講到一些很深層的 對於日本人的想法 譬如妖怪背後的自然觀、世界觀、人性觀等等 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第三就是 既然這個妖怪這麼值得研究 這麼有意義的話 其實對於現今有很多影響 所以小松老師的結論就是 他應該是妖怪 不是一些不科學的東西 反而是一些值得研究 它是一種叫做文化資源 這個文化資源 我們在其他地方找不到 我們應該要珍重這些資源 讓他們再在動漫裡面 或者其他現今的一些手段 媒體裡面 希望將它再進一步發展出來 這個就是小松老師式的討論 討論很簡單 很簡單 交代了幾點 不過我再有好奇地 再跟進小松老師的一些書 譬如他編這個 是柳田角藍的 這個叫做妖怪譚二六 或者他自己也寫了一本 叫做妖怪文化入門 可以前面提醒 我認為背後有相當多的一個 具體的 關於妖怪的問題可以跟進 剛才的討論是一個很初步的 討論 接下來我們不如具體說一個例子 看看妖怪的 所謂是他的研究的意義 找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講 找哪個例子好講呢 原先想著 不如說兩三個 不過後來想想 不如我們今天花集中時間 反而時間都不太多了 講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 讓大家一起思考一下 就是一個叫做和童的例子 和童的例子 大家都可能聽過 我們某位學生運動的領袖 都被人稱為和童 可能和某些特徵有關 不過是和童 我們熟悉的這個地方 一說到和童 必須要講到這個地方 就是和柳田角藍都很有關係 因為柳田角藍人生第一本 自費出版的書 就是叫做《遠野物語》 遠野現在就是和童的聖地 你去朝聖 應該去這個地方 我這個演講的第一個版面 那個地方就是遠野拍的 應該是十幾年前 他去遠野的時候拍的 其實隱約看到一個和童 就是一個景處 叫派出所 叫派出所 但其實是一個和童的設計 也挺可愛的 這種和童是可愛的 但和童一點都不可愛的 因為剛才說過 很可愛的妖怪 相當後期 需要有一種娛樂才能整理 和童本來究竟是甚麼回事 柳田式的整理 我們大概已經估計到的路數 因為他不是一種後來的娛樂 這個和童的概念 本來就是和一些祭祀有關 原先是一些宗教 很有宗教色彩的一些妖怪 不過後來就是 有各種原因 將和童 變得可愛 類似是Yuka 這個很可愛 譬如你去遠野的傑德 拿回一張和童 因為每人抓過和童 大家聽過 還沒抓過 你可以試試抓 不過抓之前 記得拿一張證 拿完證之後 就記住 怎樣抓呢 因為和童全是喜歡吃青瓜 在河邊就找青瓜釣一下 希望抓到 抓到非常之好 但是沒有證 是違法的 現在我覺得很可愛 但是 用回剛才的說法 應該之前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回事 和童應該是跟一些祭祀有關 那是甚麼祭祀呢 經過一輪的分析之後 小松老師大概整理了很多關於和童的資料 我們認為首先 必須要 剛才我們的玩法 就是先定義一下 妖怪 定義了是超自然的東西 和童怎麼定義呢 他們都嘗試定義 就是跟水邊出沒有關 這個水邊 因此 柳田各藍都稱之為村童 和童村 那村是更大的東西 這個是河村裡面的一些妖怪 水邊出沒的一些很奇怪的生物 這就稱之為河童 的初步定義 不過這個初步定義 就會有一類型的人 就會從生物的角度去想 既然是一種生物的話 可能是一些具體的動物 可能是一些人想出來的東西 大家都沒見過 但有一類型的想法就是 不如我們把河童 認為是來自一些 既然是生物或是實在的動物 不過是演化了 變成了一個河童的樣子 以往其實可能是一種叫做水賴 今天也挺像的 或者是 猴子 有些說法 尤其是九州等地也是多的 就是一些叫做 河童和猴子的論述 或者有一種叫做水虎的東西 水虎根據柳田的說法 就是一些中國的東西 我還在追查中國人 如何思考何謂水虎 我估計都是類似一些 虎類的 就是貓科類的 在河邊生息的一些 一些走秀 如果走秀過 可能都是 剛才的一些 叫做自然界的東西 自然界 某些的走秀 我們是很敬畏的 敬畏之餘 我們是有原因去敬畏的 因為我們舉個另一個例子 例如 叫做狼 這個是猛獸 日本曾經有一個狼 不過大概八年前已經是最一種 這個狼 之所以我們是敬畏 因為狼是整個 是食物裡最高的一個猛獸 當然會傷害人 大家很害怕 但是在日本文化來說 狼是一個善獸 它是益獸 因為這個位於食物鏈最高的狼 他們很清楚 對於農業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是會 吃了一些 會傷害到農業的一些產品 譬如野豬 或者其他的綠等等 就會由狼去控制 這些野豬 或者其他東西的人口 所以對於人來說 是很有益 對於龍間傳統來說 是很重要的 一個是猛獸 所以給它一種叫做大神的地位 狼和大神的日文是一樣的 就是奧甲爾 所以某些動物來說 都會給它一個很高的地位 但是如果是猛獸的地位 不太高吧 這個所謂實在說 其實未必是很有說服力的 即是用自然界的角度去解釋 何童的話 不是不行 但是未能想到 背後的真正想法 柳田郭南這個民族學者 透過 因為我們都知道 他是一個農務官僚 所以他是藉助做官的經驗 周圍日本是周遊列國的 北至遠的南 去到九州 甚至台灣也去過 不斷去想 收集剛才所說的口傳傳統 各地的典故等等 他想到很多資料出來之後 他有一個叫做 川銅的 這個 講話等等 川銅之話 川銅的 制製話等等 有些的作品裡面 他大概 不是自己想出來的 也不是自己見過的 因為他不是一個科學家 他不是要製造 動物的 河童應該是幻想出來的一種 妖怪 這個妖怪是做什麼的呢 就是 他有一個 拉 這個是動物落河的特性 那麼恐怖的話 當然要 抖著他 要制製他 是一種這樣的 透過各種的所謂 民族學的搜集回來 各種的資料回來 或者聽回來 各種當地的傳統 就了解到 這個應該會是一個 不單止是一種 實質的 真的動物 應該是一種 想像出來的 一個很恐怖的 這個呢 就是 神 這個呢 他聽說是 叫 河童的一個動物 希望呢 要制製他 制製的一個具體的方法 就是 譬如是要 向這個 屬於當地最主的 譬如是一個 水神的東西 就是 給他一隻馬 就是用一隻馬來制製 這個這樣的傳統 就在 小蟲的研究發現 就不單止是 不單止是 日本有 中國都有 整個歐華大陸 其實都是 因為河 是一些 相當危險的東西 小河 沒有所謂 我們中大小條 也沒有所謂 河很多時候會 會氾濫 是一個 很危險的東西 並且是 將很多的財產 牛馬等等 牛馬是很重要的東西來的 可能都是 將會被河蟲拿走了 衝走了 所以是 要找一些方法 去鎮定 這條河的 聽說是多有趣 這個已經不是一個 真實的 某類型的動物 變成河童 這是一種 宗教上 文化上的 產物 但是 這個河童的 所謂 柳田的 一個 最 有權威式的說法 現在開始受到質疑 有些質疑在於 究竟這個河童 其實是否一種單純的 很凶惡的東西 我因此之故要制製它 其實不一定的 有時候可能是被排除 被歧視 被整體來說 被排擠的存在 我們將它 用河童這個字 稱呼 所以 有些 其他的 說法 這個 我們暫時稱之為 二人說 所以 河童有時 發現 不一定是跟河有關 紐田 郭南大概 已經知道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在九州 聽到很多故事 發現河童有時是會上山的 日本 大家都知道 那些很多河流 也是跟山有關的 就不是一個 我們這些香港人 是可以了解得到的 如果跟山有關的話 譬如河童和山童 其實可能是 也有些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 山人這個概念 也在其他科學會講 確實是整個 平地人在遺忘的 是覺得很恐怖的 那 後來他去台灣 做研究 因為他很有意識 想看看 因為台灣還有一些 山區原住民 其實河童都有 不過很多時候 被我們漢人趕上山 或者被各種原因 本來有些 確實是山區原住民 那 柳田有一個想法 因為日本可能以往都有山區原住民 但是已經被大河人殺了 所以唯一的蛛絲馬式 就是要看看 有沒有一些 口傳記憶 將它透過河童 山人等的名字 保存它 真正的這些山人 已經沒有了 另外一些被叉變文 通常都被 和學童扯上的關係 和一些非人 甚至要講 很奇怪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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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新教徒 基督教 通常是指一些 天主教徒 因為各種原因 因為有大型的 全教活動 很多人相信 不過後來有禁教令 結果不能夠表現自己的 基督教天主圖身份 所以就是隱藏地神科 甚至是隱世 東北地區也有不少這些 因為我們通常聽到最多的 就是長期等地的隱世基督徒 已經做到世界遺產 但是東北地區相當多 山營 工程縣 這些地方 這個叫燈米 這些地方 基本上都有一些 叫做隱世基督徒 又是很多 引去山區 引去一些 遠離人居住的 河流 結果又和河童被擠上關係 不過最新的研究 發現也有一個 可能更加值得注意的 另一種說法 這就是小松老師 我認為他也嘗試去發展出來的 一種想法 就是一種叫河童人形起源傳說的東西 這是河童人形起源的問題 因為剛才提到制製 你覺得是很害怕的 這個假釋不是很充分的 所以也要想一下 為什麼會有一個需要制製呢 或者 本來 唐人一開始就不是一個 本來不是制製 本來就是 借用了 這個叫做河童的 power 來幫人做那些事情 這裡舉個例子 就是大公 大公就是一些 工人建屋的建築人士 如果大家建屋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做法 他們有什麼 就做什麼做法 他們其中的做法就是 收到一個 命令要建立大工程 不過趕工未必趕得及 需要借助一些魔力 借助一個公仔 將公仔施以就算 使用公仔可以幫助你展開工程 我想這是港鐵的 這是沙中線 可能現在出現過多種問題 可能需要借助人形 幫他賣給你 這個魔力不是亂借的 借了之後你要想方法處理這個公仔 因為這個公仔擁有了魔力 譬如可以斬樹 幫你填平等 以往的做法 原來這些工匠 用完這些公仔之後 就會扔掉 因為不能夠讓他繼續 可以到處走 把他扔在沙中 即是 即是 那這個公仔 因此就變成了 是這個意思 那這一種的說法 你說很不科學 我當然不相信你有這個魔術等等 這個不一定是一個很具體的 機械人形的魔術 這個可能只是一個 希望這個人形的公仔 是可以避免災難 那你完成了公仔之後 你都不能夠讓這個公仔 繼續放在那裡 所以都是把這個公仔放在沙中 所以他也是有一種叫做 河童的一些 變成河童的例子 這個河童的變成很環環 因為他上有一點點能力 魔力 所以就會將一些牛馬 就串到河 這個意思 這個說法 有沒有什麼 科學的根據 當然我們 這個不是科學 這個是要說一些 有沒有一些 當地的典故 很多不同的 當地都有類似的 一些想法 或者儀式 是有這樣的練習 現在小松教授 都是嘗試 進一步找出更多資料 去講這類型的 所謂叫做 人形起源舌的問題 這類型的河童的研究 我再了解下去之後 就發現是非常有意思 因為 這個很可能是一些 真是被遺忘了 一些過去了的傳統 現在開工 一個大型泥頭車 最近Occuford 也有類似的工程 一剷上去 整塊地已經剷成了 不需要什麼魔力 但以往 需要做一個 這樣的開發工程 是相當大的影響 我們或多或少 有一種態度 是需要借助 我們人以外的力量 去完成一些事情 借助力量回來之後 怎麼處理呢 處理得不好 就有很多問題 這個就是 河童可能是其中一種 這些 所以叫做 不單止是一種 叫做 說明裝置 我認為 原來很有機會 都是一些叫做 記憶裝置 一些我們被遺忘的 傳統 說到最後 想跟大家說一下 應該是2015年 遠夜當地 居然發現了 有一個學童 其實是一個人 不過呢 就是 這些 運動 運動 不能夠太多 認識 只不過是 這些 商業的配套 但是 如果我們有以上那種 妖怪學的認知 我們對這些 所謂的 新聞 不會太有興趣 因為 重點不是在於 有沒有真實有何童 這個人 我們發現 何童 是否存在 科學上的問題 不是最主要 我們關心的問題 我們要關心的就是 背後的 作為記憶裝置 作為說明裝置 這個功能的學童 這個才有 值得去注意 我們結論 因此故 就認為 妖怪學動 背後就是 更加重要 是一種 不是實質的 東西 不過是一些 我們叫做 真重的 叫做口傳記憶 希望 我們找這些方法 將一些 尤其失去的 口傳記憶 這就是 我今天大概想說 一個重點 當然 以中大為例 最後一點 想 或成添叔 說一下 就是 中大也有一些 很重要的 口傳記憶 就是中大的 鞭子 這個 姑娘的 東西 大家都聽過 中大 崇基 就有一條鞭子路 話說 70年代 有人偷渡 這個女生 不過 去到大學習慣 跳鬼 跳得不太好 就 跌死了 發臉 就脫掉了 所以 在中大 現在就看到 有一個 傳說 前後 都是 右邊的 鞭子姑娘 聽說 好像還有一段 電話說 鞭子姑娘 聽完這個妖怪 與日本文化的talk 之後 希望你們都可以 重新思考 這件事 重點不是在於 這個鞭子姑娘 是不是存在 我估計是不存在的 大家嘗試下去 去鞭子裡看看 不過重點是在於 背後真的有一個 這個口傳記憶 是想讓我們記憶回 以往中大附近 是有一個這樣的 偷渡潮 或者文革期間 很多人是無生命危險 是想下來香港的記憶 這個可能不會寫在 一些正規的歷史書裡面 但這個口傳記憶 我們很厲害 中大人一去O級 第一個聽的鬼故事 就是鞭子路 這個口傳記憶 是一代傳一代 每人都知道的 口傳記憶 我認為這個是類似的 如果我們大概得到 妖怪與日本文化的 當初的想法 我們可能要重新 希望對於 至少我們身邊的 鞭子姑娘也好 都有一個新的 注意流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各位